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来汗流浃背 然后回到家跟我妈妈在聊天的时候 她说客家话哪那么简单 学习过程中接触到许多客家谚语 庄万贵开始着手将前人的智慧之语加以搜集汇整 但对她来说看似简单却不容易 要克服的最大难题就是以音找字 有一句话叫 那个字我就一直不知道用什么字 花了三年时间搜集六百多句客家谚语 同时也结识了许多同号 后来我们几个同号 还有我们的赖老师 我们后来就组织了一个客家语文协会 除了相互切磋 也积极推广客语 对于向下扎歌 协会更是不遗余力 每天花多少时间读堂诗 一两个小时 你懂事吗 我们客家有个谚语 叫做明脉祖宗圈 勿忘祖宗圆 因为不忘本 庄万贵重拾祖先的智慧 将客语世代流传 已成为他最快乐的责任 上课咯 不懂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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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